权臣之心 深得慎宠的权臣 主角楚景 是朝中位高权重的权臣 深得当今天子的信赖 楚景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 心思缜密 手段狠辣 朝中上下无人敢轻易冒犯 楚景的威名不仅震慑着百官 还让无数权贵争相巴解 然而 天下人皆知楚景冷酷无情 凡是触犯他的人 无不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楚景对权力的掌控极为谨慎 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地位 然而 他对这些阿虞奉承的世俗之士 毫无兴趣 唯有以冷漠与疏离相对 即便是那些想靠近他的人 也无法触及他冰封的内心 意外相逢 某日 楚景偶然行至一处僻静的庭院 隐约听见轻微的声响 仿佛是有人在低语 他出于好奇 悄然靠近 透过门缝一瞥 映入眼帘的是一对年轻男女 政策踏偷欢 男子是心科探花狼柳槐 风流俊雅 文采斐然 女子则是一位柔弱的娇媚女子 眉宇尖透着一股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 楚景认不出他 但他那双切深深的性谋 却深深映在了他的心里 女子在柳槐耳边轻语 先手轻抚他的面颊 而柳槐则笑意盈盈 正欲低头亲吻他 忽然 楚景的目光不经意间与女子相遇 他被楚景那双如冰霜般的眼眸震住 身子一颤 性谋怯怯的看着他 楚景原本冷峻的神情不由的微微一致 随即低下视线 不紧不慢的望回去 女子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那一刻加快 香汗顺着额角流下 楚景注视着他染上春意的穷鼻杏唇 与那盈盈一握的纤细腰支 心中竟莫名伸出一丝一样的情愫 不久后 楚景收回视线 冷漠的转身离去 仿佛什么也没看见过 然而这一刻却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影子 泄提风波 就在探花廊柳怀因新科考仲而风光不久 忽然朝中传来一件大事 有人举报柳怀在科举中涉嫌考题泄露 消息一出 朝野震动 柳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那些曾经奉承他的人瞬间避之不及 柳怀方寸大乱 不知如何应对 正当他无计可施时 一位心怀不轨的小人悄悄靠近他 暗中出言蛊惑 柳炭花 此事对你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 然而那位权势滔天的楚大人 却是偏爱江南小调 若你有法自讨得他的欢心 只要他一句话 便可将你从这泄提风波中拉出来 重振绅士 柳怀听闻此言 心中一动 他身之处仅在朝中的地位 若能得到他的庇护 自己便可逃过此劫 可是 如何才能讨得那位冷酷无情的楚大人的欢心呢 全程的心 柳怀想到那日在庭院中与女子偷欢时被楚景撞见的情景 心中隐隐猜测 或许那女子正式打动楚景的关键 想到这里 柳怀将女子邀至身边 试探性地问他对那位全程的看法 女子低眉顺眼 羞答答地说 楚大人虽然冷酷 但他眉语间自有一股威严 却也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柔情 柳怀听吧 心中暗喜 他猜想 或许那日楚景对这女子动了心 只是未曾表露 为了保全自己 他决定利用这女子作为筹码 将她献给楚景 以博取她的欢心 四日柳怀派人将女子送到楚景府上 并附上一封信 言明此女子通晓江南小调 愿意献身伺候大人 祝其书心 楚景收到信件 眉头为咒 他对这种送礼之举一向不屑 但心中那抹酒味消散的影子 却令他感到困惑不已 他本想拒绝 但不知何故 最终还是默许了 权力与情感的较量 女子来到楚景的府中 楚景并未对他有过多关注 只是让他在府中自便 女子心中忐忑不安 却仍每日在府中弹奏江南小调 楚景偶尔听闻情声 也不免心生感慨 女子见他神色略有松动 便小心翼翼地接近他 与他谈论江南风情 渐渐地 楚景对他的防备心逐渐放下 心中的那抹影子也越发清晰 然而 楚景毕竟是深谋远虑的全程 他很快察觉到这女子的来历和背后的动机 当他得知柳怀利用女子来讨好自己 企图脱罪时 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冷笑 他心知 这是一次关于权力与情感的较量 而他不会轻易落入情感的陷阱 某日 楚景召见柳怀 柳怀本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 急忙赶来求见 楚景却出人意料地冷笑着问道 柳炭花 这女子可真是心死玲珑 竟知我偏爱江南小调 然而 你是否以为 我会因一个女子而改变初衷 柳怀文言 心中一惊 敢忙跪下哀求 恳请楚景饶他一命 然而 楚景却冷酷地道 全力 绝不容许任何人挑战 你既敢以如此卑劣手段来试探我的心思 那便要承担后果 最终柳怀因谢提风波被贬官至罪 而女子则被楚景安排到江南的别院中 隐居生活 楚景始终未曾向他透露真心 但也未让他卷入朝廷风波 他在心底保留了那抹柔情 却将他埋藏在全力的深处 结局 楚景依旧冷酷如初 依然是那位令人敬畏的全臣 但在某个寂静的夜晚 他会偶尔想起那双切深深的性谋 和那低盈的江南小调 心中泛起一丝不为人知的暖意 这便是楚景 一个在全力与情感中行走的复杂人物 他深知全力的残酷 也懂得情感的微妙 但他更明白 身居高位者 永远不能为情所动 否则便会在这全力的角逐中被吞噬 我们下期待会在这边